是中國的黑心商賣疫苗 說三千劑 抱歉 來煮啊 煮多少錢 照相給你算錢 結果是裝生理食鹽水 但剛剛來賓 像是史醫生 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我講這個 昨天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這個 這個廠商應該是中國最有良心的 最有良心的 因為他們知道這個中國疫苗 比生理食鹽水還要危險 所以他們釣包把這個疫苗 換成生理食鹽水 所以生理食鹽水怎麼打 都比中國疫苗還要安全 至少它沒有70幾種副作用 也沒有限制說59歲以上不能打 所以我們不能叫他黑心廠商 他是良心廠商 所以就是 我昨天看到這個新聞 其實我也在笑 就是中國疫苗 台灣到現在還是很多人在鼓吹 就是我們可以打 然後鼓吹這些人都不願意打 然後我必須講說 就是疫苗這個東西 昨天新聞出來的時候 我們把它分成幾個方面去看 就是說這個消息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如果它是真的 那你現在把它先把它放出來 它其實就是破壞我們的疫苗談判 然後如果今天廠商真的可以進來了 我們還沒有拿到手對不對 那中國那邊可能會有其他方施壓 我要插一個話 因為你說那個良心廠商 是因為沒有73種副作用 可是生理食鹽水這樣一罐多少錢 應該不到5塊 他賣你多少 8000塊人民幣 我看到的是2100的有便宜的 那可能也有貴的 到底是命貴還是食鹽水貴 可是我還是不良 可是他希望是希望要有效果 你打了不良疫苗會漏尿 結果跟你騙成 先講 先講求不傷身體再講求效果 所以生理食鹽水沒有傷身體嘛 所以在醫學的角度來講的話 那是良心的廠商 醫師要加個淡書 他要真的用生理食鹽水 對 除非他生理食鹽水也是假的 那就用海水 他可能是用工業用鹽 或者是什麼 那個就不是良心廠商了 可能就更便宜了 對 就是講疫苗這個東西就是 它除了破壞我們談判之外 就是造成我們的壓力就是說 要不要 那如果沒有進來 或是說談判破裂了 那你要不要用中國疫苗 那中國疫苗其實也講 就是現在中國人自己 打不打中國疫苗 他們的接種率 他們現在 從一個多月來 他們只接種了2000萬人 他們的接種率才幾%而已 兩% 不到兩% 所以你看他們自己人都不敢打 他們自己的高官也不敢打 所以他給其他國家打 其實就是拿其他國家 我覺得那個西大大 自己不用打沒關係 那他是不是要派一下 他那個層級再低一點的 那一些領導階層出來打 要59歲以下才 他們領導階層都超過50歲 其實他們如果要的話 早就已經設好防火牆了 其實他就出來打 因為胡錫進都超過59 他有打就好了 連胡錫進都超過59 不然他其實如果他來示範的話 那個好哥應該是不錯吧 胡錫進有示範 但他只有在微博上面嘴炮示範而已 因為胡錫進就講說 他在他微博上面就說 這個如果讓老胡可以選擇的話 進口疫苗跟國產疫苗 我一定當然打國產疫苗 但是當胡錫進講完 過沒有一個月的時間 中國的兩個主要的疫苗 一個是國藥疫苗 一個是科興疫苗 兩個都告訴你說 他的年齡就只有18歲到59歲 後來人家一查 你胡錫進60歲了 你根本就不能打 是10歲還虛歲 如果說他10歲還不滿 也可以打一下是不是 他虛歲應該是已經61歲了 所以胡錫進不需要打那個疫苗 所以胡錫進現在在現況來看的話 他根本就不用去打 中國的國產疫苗 而且現在也這樣講 你看像這兩天還講到說 有一個可能跟台灣在搶疫苗的 這個什麼中國的上海復興製藥 上海復興製藥本來原始跟德國的 這個BioNTech簽約的時候是 宣說我亞洲代理權的部分 我在中國要製造疫苗 你授權給我 結果現在最新的消息是 他廠根本還沒有蓋 他現在也在跟德國 他現在也在跟德國那邊去搶 人家輝瑞的疫苗 所以我問你 復興製藥這個時間在搶德國的輝瑞疫苗 現在在中國就只有輝瑞的疫苗 可以打到60歲以上的 那我請問你 中國的政治局常委跟習近平這一些人 請問他們要打中國國產疫苗 還是打的是輝瑞的疫苗 兩個去對一下你就知道了 所以在那個時間點 你會發現中國連國家 那個什麼國家領導人 他自己都不敢打他們自己的疫苗 然後連那個最會嘴炮的胡錫進 他自己也不敢打他自己的疫苗 而且我最近看到香港他們不是也是進輝瑞嗎 這個就更有趣了 因為香港的疫苗是這樣子 香港的疫苗你會發現 他進的是輝瑞的疫苗 當然是他也有中國的國產疫苗 看起來他要展現一個就是 我們中國照顧一個 你香港這樣子一個行政區的地位 所以你中國的疫苗 當然我也要讓你可以打對不對 他敢跟你台灣講 他也要這樣跟香港講 所以沒有 當中國今天說我疫苗 也要給香港打的時候 香港政府也要問說 香港人敢不敢打中國的疫苗 所以這個時候就出現新的方式 叫做什麼呢 叫做輝瑞的疫苗 跟中國的疫苗 兩個加在一起混打 兩個混打之後 兩個都打之後 反正你也不知道第二劑打的是哪一個 混打之後怎麼安排的你也不知道 用混打兩個字 就可以處理很多政治上的問題 你知道嗎 用文字的方式 帶過真實的香港人 到底打的是中國的疫苗 還是打的是輝瑞的疫苗 所以你就會發現很有趣 就是你中國號稱 你的疫苗產量要上億劑要這麼多 然後科興也要這麼多 國藥也要這麼多 那你上億劑 既然你在中國自己的原來的地方 接種率就2000多萬劑而已 然後你還可以播出去照顧香港 然後香港拿到了之後 又發現量還不夠 他還要拿輝瑞的進來混打 所以你不覺得這裡面 處處充滿了各種奇怪的光謬 而且中國不是那時候說 他們要開始打 是要打5000萬劑嗎 所以可見他這個執行率 是很有問題的 對 他才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你現在講 他是執行率很有問題對不對 但他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是 一是產能上的問題 第二個是中國現在又告訴你說 他又追加通過了19支 中國國內的疫苗單位 要申請可以開始量產 所以你去想想看 貴亞 現在我們所知道的是 中國現在已經承認一件事情了 中國的媒體現在承認一件事是說 他說因為我們中國的防疫手太好 所以我們要找到有足夠的樣本數 去做第三期的臨床實驗不容易 所以說中國的疫苗 為什麼你看針對60歲以上的 他在二期臨床實驗 就已經先排除掉了 他就沒有足夠的樣本 所以你看看我剛剛講兩件事 都是中國承認的 第一個年紀大的 跟年紀在18歲以下的 都沒有二期臨床實驗以後的樣本 然後第二個 他們自己官媒先來承認 而且他們的口徑叫做 中國的防疫手得好 所以我們樣本不夠多 沒有辦法做三期臨床實驗 但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還可以再送16支疫苗出來 所以之後要量產出來 要賣給全世界 要服務給全世界那些 所謂的比較落後的國家 所以回來我們剛剛講的是 其實我只想表達一件事情而已 中國的疫苗政策本身 對國際的大外宣說詞 跟對自己國內的大內宣說詞 本身就充滿了很多的荒謬跟矛盾 史醫師 剛剛清皇講的那個邏輯 到底通不通 因為我看你不吃笑了一聲 對中國的情況是怎麼樣 中國的疫苗其實說真的 我們真的我覺得在醫學的立場 實證醫學 你可以不用討論它中國的疫苗 因為它根本 剛剛清皇講的部分 不管第一期第二期 它根本沒有第三期的臨床試驗 所以它根本就不是一個成熟的疫苗 所以你今天打了沒有第三期臨床試驗的狀況 就是你今天接種的人 就是第三期臨床試驗的受試者 所以你現在 你就是白老鼠就對了啦 對其實簡單來講就是你們就是白老鼠 沒有在監控範圍下的白老鼠 對